太阳系中的小天体在碰上地球大气层之后 往往会由雨与空气之间的相互摩擦产生高温 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伴随耀眼的光芒 如果站在地球上看就像是一颗颗小火球 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 科学家已经可以在先进设备的辅助下 观测到更多火球的痕迹 了解其更多信息 不过根据最新科学研究结果 闯入地球大气层的不仅仅只有太阳系中的小天体 也可能是银河系中的 如今经过八年的探索 美国太空军司令部对外发布了研究成果 他们发现2014年观测到的火球 竟是由银河系物体所引发 美太空军司令部的新发现 2014年 一个直径在0.45米左右的天体闯入地球大气层 其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1万公里 远远高于来自太阳系天体的平均飞行速度 有研究者在观测其运行轨道之后偶然间发现 该物体的运行轨道成双曲线形 从至今49.4度至为11.2度朝地球而来 并且整个运行速度非常快 坠落之前的速度更是高达每秒58公里 当时便有科学家指出 或许这个天体并非来自于太阳系 并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研究 要知道 只要是太阳系之内的行星 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来自太阳的引力 不过 如果物体自身运行速度 靠出了某一特定数值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摆脱引力束缚的 然后利用自身惯性离开太阳系 该速度叫做逃逸速度 一般在每秒42公里左右 很显然 2014年坠落的物体的运行速度 已经超出了逃逸速度 并且运行轨道十分特殊 说明如果它没有进入地球大气层 将直接飞出太阳系 也就是说 该物体具备飞出太阳系的能力 足以证明它本身可能来自太阳系以外 2019年 科学家们终于确定了 该物体的确是太阳系之外的天体 不过这一结论并没有被及时发表 因为有些数据信息牵涉到了国家机密 经过更加深入的研究后 美国太空司令部开放了这一消息 并且将留存的备忘录正式公开 根据2019年的研究成果 可以证明2014年的物体并非太阳系中的天体 而是星际空间的天体 由此看来第一个来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客人 并非是MoVemio 因为他是在远离太阳之后才被观测到 神秘的天外来客 很多人好奇这个来自星际空间的物体究竟是什么 学者阿米尔·希拉杰指出 这个物体可能也是一个小天体 只是在星际旅行的过程中 透巧追入到了地球大气层 不过就算是这样 这个物体依旧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 因为在发现它之前 科学界尚会发现过 非太阳系天体坠入到大气层 即便是被当作是第一个系外天体的 MoVemio出现的时间 也要晚于它 如果能够了解该物体的具体情况 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对于人类宇宙探索的进程 但是如今距离这个物体的出现已经过了八年的时间 线索十分有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认为 这颗来自星际空间的物体或许曾有碎片坠入地球 如果能够找出来仔细研究或许能够得到想要的答案 只是遗憾的是 它在与大气层撞击的过程中便出现爆炸 并且其坠落位置在太平洋附近 碎片很有可能已经沉到水底 想要找出碎片是很困难的 是否还会有其他天外来客到来 事实上 无论是太阳系还是其他外星系 都可能有许多天体坠入到地球 只不过按照当前的科技水平无法全部找到 因此在2017年MoVemio被发现的时候 引起了整个科学界的动荡 因为当时大家都将它当作是一个太阳系之外的天外来客 有研究者认为 或许在太阳系中也有一些外星系来客 毕竟如果MoVemio的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外星文明为探索宇宙而发射的飞行器 那么这些所谓的外星系来客可能只是由外星文明操控的伪装 就像MoVemio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 由于运行速度越来越快快 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失控的飞行器 但是这一观点并不能得到证实 美国太空司令部在经过严谨的分析之后 认为这个假设成真的概率很小 美国太空司令部于2018年成立 是国防部新开设的部门 主要用于确保和维护国家太空探索领域的优势地位 同时解决一些相关问题 虽然成立的时间很短 并且解密文件也只是将原本的研究成果发布 但是其整合信息的能力很强 因此所提供的结论有着一定的可信度 并且科学家对于天体加速现象也做出了解释 很多天体比如彗星主要构成成分是冰水与其他混合物 因此在靠近太阳的过程中 这些物质会由于温度的增加而挥发 形成一种推动力 这也能够解释为何物体的速度会不断加快的原因 因此关于外星文明操控天体进入不同星系的猜测真实性不高 天外来客的到来更多的是受到了地球引力的影响 所以朝向地球坠落 而这一现象并不罕见 未来还会出现很多 尽管现阶段科学家尚未明确2014年的神灭来客究竟为何物 但是它的出现对于促进人类探索太阳系之外的天体系统 有着很大的帮助 未来随着国家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相信会有机会观测到更多天外来客到来的过程 那么到来? 感谢观看